伊戀市獨家掌握道市民講 桃園市長參選林志堅的行程 在十九號下午前往中立一家咖啡館 跟小朋友開個小小的同樂會 那事實上有小朋友希望 可以在桃園打造一座迪斯尼樂園 身為三個孩子的父親 勒進市林志堅就說 可以打造桃園成為一個 對孩子很友善的這樣的一個城市 而面對這論文門 桃園市民幾乎都是不如全國民眾買單的 只有三成三的民眾認為很嚴重 但卻有高達五成三的認為 好像不是很嚴重 對桃園地區選情的衝擊 也不如大家想像中的很嚴重 現場民眾熱烈歡迎 民進黨桃園市長參選人林志堅 來到中立的一間咖啡館 跟小朋友來個開心的小小同樂會 但是我們可以把這個城市打造成 對小孩非常友善的一個樂園 聽見小朋友許下的心願 別以為這南德島林之間 樂園去過看過不稀奇 但是把整個城市打造成樂園城市 就不簡單了吧 也成為親子友善城市 似乎想要複製先前的逐世經驗 搶攻桃園年輕跟雙新家庭的選票 但論文門對選情究竟造成了多少影響 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結果 就桃園本地的選民而言 只有三層三的選民認為嚴重 卻有高達五層三的人認為不嚴重 用一些不實的民調 來抹黑造謠我們的市長參選人 林志堅市長 那我相信這個市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那看到大家那麼熱烈 歡迎林志堅市長 大家都知道 希望不要每次選舉 都用這樣不實抹黑的方式來做 民調結果顯示 桃園人對論文事件關鍵程度 並不如全國民眾 國民黨這回打得如一算盤 恐怕落空了 記者王小華 桃園人報導